好那么这个案例中我们来看一下3ds max这个close布料修改模块里面 比较重要的这个close布料修改器的组子对象级别 首先我们先来打开配套光盘提供的初始的场景文件 在这个场景文件里面有两块已经做好的布料 我们进入修改面板来观察一下 当前这个布料呢它实际是这样的一步步的做好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用的首先是一个矩形 然后加了个边际样条线将样条线的四个顶点全部进行打断 然后我们进入gumet maker调整密度0.15 让它作为一块不规则三角形组成的布料模型 最后我们加入了close布料修改器为它赋予布料的属性 两边的布料都是如此 中间这两个杆作为跟布料的碰撞物体 或者是约束布料顶点的这个物体存在 也进入了布料模拟模块 点击任意一块布料打开对象属性面板 在对象属性的列表中我们看到了四个物体 其中这两块就是布料 我们设成了close布料 然后底部在这个位置我们将它设置为了silk丝绸模式 这样的话就能模拟丝绸类型的布料了 然后上面这两个cylinder我们将它设置为了冲突对象 它们与物体的补偿和深度值 与布料碰撞的补偿和深度值都是一 OK 那么这两个原柱加到当前的这个模拟对象面板中 对于我们一会儿要制作这个组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参数讲解的话 非常的重要 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OK 好 我们现在选择任意一块布料 打开close布料修改器的子地上级别 我们进入组级别 在底部我们看到这里面 格书平一 格书平一是谁呢 我们来进入这一块组 大家看 格书平一呢 就是这块布料 这一排顶点 这排顶点呢 它已经选中形成一个组 并且大家看这个位置 已经指定给模拟节点cylinder02 也就是说 这些顶点已经被这个组约束到当前的离他最近的这块小的原柱上面了 它跟随这个原柱的运动 那么这块原柱不动 这些点也不动 而这些点以外的其他点都是以布料的属性来进行布料的动力学模拟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另外一个group02组上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来看选择这块布料 点击组 group02 我们将这个组删除 重新选择这一组点 然后点击设定组 给它一个组的名称 组02吧 确定 然后让它跟随谁动呢 我们点击让它指定给这个模拟节点 点击这个节点 cylinder01 退出close模式 现在呢 两边的这个布料就都已经指定好了 让它这一个左侧和右侧的这个边上的顶点跟随着谁来运动 那么现在我们先默认进行一下模拟 大家看到 这时候由于左侧布料是这一排点 它已经跟随这个圆柱运动 右侧的跟着这个圆柱运动 而这两个圆柱都不动 所以呢 现在这个效果就相当于这些点被拴到这里 而其他点进行布料的模拟计算了 整个计算的时间范围是150帧 现在已经计算完毕了 我们来看一下播放的效果 这些点就被定了这个地方 这种方法非常适合于做一些窗帘啊 做一些这个 旗帜啊 这些都是比较合适的 OK 我们将当前的效果消除模拟 OK 好 那么来看一下这个close的这个阻子对象级别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 我们说这里面我们可以选择某一部分的顶点 将这些顶点来进行成阻 然后让这些阻内的顶点去跟随着一个物体来运动 或者跟随一个模拟节点运动 或者跟随一个曲面来运动 或者跟随一个close布料来运动 也就是说这个阻子对象级别 就是让这个阻内的这些点来跟随着哪些东西来进行运动的 就是这么一个作用 那么它也是起一个约束的作用 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提一个醒 也就是说 这个组呢 不仅可以去设定这个布料上的顶点 而且可以设定这个布料啊 他跟他碰撞的冲突对象上的顶点 也可以用组来设置 比如说我设置这个圆柱上的某些顶点 让他怎么怎么样 这也是可以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布料顶点的选择呢 我们这里说可以用鼠标来拖拽进行选择 那么这里选择一些方法 大家需要注意 比如说我们来按住鼠标来看一下这个圆形选择 可以从中间这个位置画出一个圆形区域来对它进行选择 甚至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随意挥制的多边形的一个区域来进行选择 比较常用的是用这个涂抹来进行选择 大家看 你想选哪些点 就直接涂抹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在max2011版本中 如果你想减去这些点的选择 那么你只能按下out键去拣选 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是2010 所以我们可以配合control键 加选 那么 out键拣选 ok 这里我们用2010的原因就是在2011版本中 garmet maker修改器 它会有一些bug 所以我们讲解的时候经常会遇到死机的情况 这里我们为了说明白道理 所以我们就直接使用了这个2010版本 并且2010版本中增加了close布料的一些新功能 在2011版本中仍然有 而2011版本中对close的新功能增加基本上没有 所以这里我们拿2010讲是跟2011讲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 好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需要提醒读者 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同一块布料的这些点成一个组 这些点成一个组 而不同的点成了组之后 这个组还可以设置不同的这个布料的属性 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这一组 然后点中它之后向下拉 可以看到这有一个编组参数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这一组 它使用的是哪一种预设的布料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让这个布料的这一半 让它是一个组 然后让它是丝绸的这个布料的质地 然后成完组之后我们再次新建一个组 将这一侧的所有的顶点再来选择 将这一侧的顶点继续成组 然后让它是一个皮革的这种布料的质地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布料模拟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大 非常非常的强大 好 这是我们提醒读者注意的一点 还有一点小技巧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进入组选择的话 除了这种选择以外 我刚才说的这几种选择方式以外 还有一种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使用软选择来进行这个组的选择 这么比如说你要启用这个软选择的话 那么可以用软选择来进行布料的选择 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讲解 就是关于这个编组参数里面 我会给大家说一下如何来设置这个软选择 这呢 大家看这个软选择 你也可以使用它 使用它进行来选择 OK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把精力全放在这个组下面的这一些按钮上面 看看这些按钮到底有什么用 对组呢 有什么样的影响